有人觉得其实内房的债务问题都还未能够充分解决 你怎么看内房股是否有机会转势 还是只是适宜短炒呢 我仍然都会觉得除非你是有一个很长远的信念 信念是建基于第一你买的内房是终极的角度 财务危机的过程是完全没问题的 第二就是说你一个比较长的信念 可能再给多一段长的时间它那个卖楼是可以恢复它以前大概是70%至80% 而第三就是说你觉得它的顺利率可以恢复昔日的大概是高位的水平 你是要这样的诸多假设再加上是只可以用很小的所谓注码 兼是中间的那些无限上落的那些波幅你可以忍着是真的不理它 当它盖上了一部机或者当股票突然间有10日的股票不见了 或者此类这样的角度你才可能捱得到最后有一段比较大的声浪给你的 而且就是说其实你为了这个Android 这个都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所谓的大型直线的所谓的声浪呢 你可能要忍受无限次的好消息 坏消息 好消息 坏消息 这样是上下跳动 弹出弹入呢 其实老实说是真心来说比较痛苦的 因为在现实上面就是说你虽然说看不到而已 但是老实说在现实上面是非常之困难的 你怎会不看电视呢 你怎会不看身份呢 你怎会不看这些呢 对不对 你会看的 OK 那就变成了就是那个所谓的心态要自己的调节了 那相反就是说其实如果是相对是区间里面的游走 或者就是说我吃到那么上下 我都觉得你一定会借一些坏消息去打我下来的 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我倒回来 在近起码这半年里面 其实这个策略都是应效的 譬如说好像6098那样 你发现每一次是升到可能某个低位升20% 以至最近30%的时候一定是有点力量 不知道为什么会打下来的 那么打到时候最低的那一刻 就告诉你他没有公司破产的了 或者是疑似破产的了 或者又跟你说什么债券急跌 然后每一次当见到碧桂圆 单日是跌口 甚至是直线跌8-10% 那时候很弱点 你的股价就见底了 然后2007到时候又告诉你 又说没有事了 然后6098又升上去 然后他不断地是这样弹出弹入 无限地玩 所以就是说在整体 无论内房和物管 我觉得在选股里面 都是要有几个步骤 第一来说就是看回他那个财务的健康性 因为有些其实如果真是很不健康的话 短债过高的话 他很多时候都是一剎那反弹完之后 然后都是回回 甚至不断地穿底 这些内房实际上都不少的 千万不要 因为股价跌了九成多 我觉得还是便宜的 我们俗称是便宜莫贪 第二就是要看回他那个是估值面的水平 比如说好像608或109 它的估值模型是仍然存在的 因为始终是金融化不死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虽然是金融化不死的 但是它始终是会受到股价模型的 相对高低位的股价去弱制住的 因为现在人家的关键就是 它虽然在经济上不死的 但是问题就是它卖楼始终是少了两三成的 你不可以确认这个事实的 那你卖楼少了两三成的话 你凭什么的股价是创新的再新的历史高位呢 这个坦白说可能不合理的 OK 那变成你都要尊重相对的股价的高低位去做一个败卖 相对的那个寂寞率来说是会高一点的 那最后也都要看回一些图表面 那如果一些你表面的股票很稳定的股票 有某些其中的大位率跌穿了的话呢 可能你就要是厌守一个止舌的所谓的规则了